随着中国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亚洲象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引发了人象之间诸多矛盾冲突 在云南普尔、西双版纳等亚洲象活动频发的区域 单地政府开始着手建设亚洲象食物园基地 为亚洲象开启了专属食堂 原来这里是我们农民种玉米种田的 因为那个野象南向冲突太严重了 就保护区这边就把它退回去了 退回去了以后就搞这个生态恢复 这个野象的一个稀稀地 为满足亚洲象取食需求 2019年8月 普尔市启动了亚洲象食物园基地建设项目 在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探索建立大象食堂 分时段、分季节种植亚洲象洗食的玉米、芭蕉等作物 通过在重点区域、重要时段、定点、投食等方式 解决好春夏之交亚洲象食物短缺问题 目前来说我们普尔市是有一万一千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建设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大象食堂 今年呢在原来四千亩的基础上增加到了七千亩 主要分布在我们亚洲象主要活动的四毛区、廊仓县、江城县境内 亚洲象食物园基地主要是起到一个丰富亚洲象的食物 满足亚洲象日常取食的需求 亚洲象在食物园基地取食满足以后就减少了亚洲象进村入户的几率 也就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每年玉米等植物进入成熟期时 亚洲象会分批次来到大象食堂觅食活动 最多的时候在大象食堂觅食的亚洲象达到五十多头 期间会有专门的亚洲象监测员进行持续的跟踪监测 确保人象安全 建设大象食堂所用的土地大多是因亚洲象侵扰频发而放荒的土地 政府鼓励群众分时段分季节种植亚洲象洗食的农作物 根据象权活动情况路线去划这个食品基地 让农夫去种植大象洗二次的以玉米 甘蔗 芭蕉 香蕉为主 从而起到引导象权云里青菜到食品基地去起始 这个起始的种植的标准我们是买母补助给农夫200元 补助以后如果大象路过去吃的话 有保险公司吃了以后再做梨培根据梨培标准 如果到了收获季节大象没去吃的话 同样农夫也可以去自行采收 原本因象群平方造访被迫撂荒的农田 如今政府租地建设大象食堂 亚洲象有了固定食物园 进村活动的次数明显减少 村民也有了收入来源 大象食堂成为促进人像和谐 行之有效的路径